本案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案件 它的恐怖不在于案件的本身 而在于凶手的可怕心态 更可怕的是 这个凶手并不是什么杀人狂 甚至还是所有人眼中的老实人 好人 胆小的人 2010年一个周四 在县医院年轻医生刘超 一夜没有回家 当天刘超身体不适 并没有上班 晚上大概9点左右 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父母说 我出去一下 推开门就走了 当天晚上12点 刘超的父亲老刘去了儿子的卧室 没有看到人 第二天周五凌晨连点 老刘起来上厕所 还是没有看到儿子 老刘就有些奇怪了 怎么儿子这么迟还不回来呢 刘超是本地人 从小就在县城长大 刘超性格有些内向 不太喜欢说话 但还是有些朋友的 25岁的刘超 也有好几个很好的同学 平时呢 也会喝酒 吃烧烤什么的 很晚才回来 老刘猜测 怕是喝多了 睡在哪个同学家了吧 以前呢 也有过这种事 反正20多岁 大小伙子了 又不是年轻姑娘 哪里会出什么事呢 老刘也没多想 回房继续睡了 上午大概10点多 老刘打了儿子的手机 通了 但没人接 这下老刘就有些奇怪了 老刘转而拨打医院办公室电话 电话那边说 刘超没有来上班 也没请假 这下老刘开始觉得情况不对 儿子刘超是医生 根据制度 他每天一早就要去医院上班 绝不会无故的缺勤 儿子刚刚在县医院工作两年 是个新人 正是要积极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请假就缺勤的 现在莫名其妙的没来 是不是出了事了呢 老刘开始打电话 给刘超的几个同学 奇怪的是 那些同学却说 昨天没有和刘超见过面 更谈不上吃饭了 老刘有个亲戚是交警 他忙打电话去询问 亲戚说呢 这几天县城除了车辆碰擦以外 没有出过商人的交通事故 那就奇怪了呀 人跑到哪里去了呀 整个下午 老刘不断给儿子打手机 始终是通了没人接 此时呀 老刘开始了 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 他们所在的县城治安情况 非常的恶劣 社会分子很多 有名的头目 就有几十人 这些人从事 黄赌毒和电信诈骗生意 肆无忌惮 七行八事 会不会是昨天刘超无意中得罪了这种人被打伤住院了呢 县城不止县医院这一家 说不定刘超被送到其他医院 老刘和老伴挨个去了县城另外两家医院 中医院和第二医院一直找到深夜 是一无所获 下午的时候 刘超所在的医院科室主任打电话给老刘 说他收到刘超发来的请假短信 奇怪的是 主任打刘超手机询问情况 却发现关机了 果然 老刘也拨打儿子的手机 也提示关机 到了第三天 也就是周六下午 刘超已经失踪了一天两夜了 老刘知道事情严重呀 打电话叫回了在市里工作的大女儿 大女儿呢 开车回来一个多小时 又发动了二三十名亲友 开始在县城到处寻找 小小的县城热闹的街道 只有两三条街 找起来并不困难 整整一个白天 亲友们将刘超所有可能去过的地方 全部找遍 毫无踪迹 这样到了下午 到了48小时失踪事件 老刘跑去警察局报警 县公安局接警以后 也觉得是有蹊跷 如果是什么混混 失踪一个月也不稀奇 刘超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 医院对他们的要求是 手机24小时开机 万一出现重大的交通事故 或者其他事情 医院需要外科医生 随时赶到医院帮忙的 现在人找不到 手机又关机 确实可能有问题 不过刘超毕竟发了请假短信 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县城躲起来了 民警表示会进行调查 但也需要家人继续寻找 第四天是周日 得知刘超失踪后 刘家的上百名亲友和刘超的同学 朋友同事开始自发上街寻找 县城已经找遍了 他们开始去下面乡镇去寻找 老刘还印了几百张悬赏的寻人启示 贴得到处都是 正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 突然老刘收到刘超发来的一条短信 爸爸 我很累 就是这条短信 把老刘吓破了胆 以往儿子发短信从来没用过爸爸 这两个字 最多只用一个吧 老刘不是傻瓜 顿时怀疑这不是儿子发的 可能儿子被绑架了 老刘急忙打儿子手机 结果发现还是关机 亲友们知道这件事 顿时七嘴八舌的出主意 一个亲友就说 刘超会不会被黑社会绑架了 要勒索赎金呀 另一个亲友说 不可能 老刘家就是县城普通老百姓 供刘超上大学都紧巴巴的 刘超自己又刚参加工作 家里能有多少赎金呀 我们县城虽小 大老板最起码也有七八十个 要绑架也肯定去绑他们 你以为黑社会都是傻子呀 一个亲友说 会不会被传销的骗了 被关在传销巢穴了 老刘就说 不可能 超超有个表妹 去年就是被传销骗到广西去了 折腾掉十万才回来 超超经常把表妹作为反面教材 教育我们不要贪便宜上当 他不可能去搞传销的 况且我们县城也没有传销窝点呀 刘超的同学突然冒出一句 会不会是去胡杰那里去了 小情侣如交四期 会不会连班都不上了 老刘愣了一会儿 不会的 你不知道情况 他们两人一个多月前就分手了 刘超同学很奇怪 不会吧 我是他们老同学 他们不是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了吗 这个全班同学都知道 谈了也有七八年了吧 上大学时候异地恋都没分开 怎么好好就分手了呀 老刘说呀 这个一言难尽呀 确实分开了 这还是我们双方父母谈了几次 才分开的 就算分手了 这么多年感情 哪里这么容易断掉 他们会不会旧情复燃 两人又去见面了呀 不会 不可能的 胡杰在市里 超超在县城 两个人也遇不见呀 市里打车到县城也就两个小时 说不定刘超自己跑过去的 不管是不是 打个电话过去问问吧 老刘认为同学说的有道理 就拨打了胡杰的手机 喂 胡杰你好 我是超超他爸 有什么事吗 你这几天见过超超吗 当然没有 上个月不是你们逼着我们分手了吗 说好以后不许我见刘超 还给了我一万元的分手费 你们这么快就忘了吗 这我知道 主要这几天超超突然不见了 我问问你看到他没有 他不见了 我没见过他 他在县城 我在市里 我哪里能见到他呀 况且 我也不在市里 这几天我和单位很多同事 在临县风景区旅游呢 你爸妈家 不是在我们县 你最近没有回来过 我跟你儿子一样 是在医院上班的 平时都是从早忙到晚 周末也要加班 哪有时间去看我爸妈呀 我有半个月没回来了 见胡杰这样说 老刘只能说了句谢谢 挂断了电话 刘超没有任何线索 全家只能继续四处乱找 这样又找了两天 毫无线索 刘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在周二下午的时候 刘超的一个同学 突然有了突破 他拿着刘超的寻人启示 正在街头张贴 他贴的时候 路边白小摊卖花生的老汉 一直盯着照片看 那么这个老汉知道刘超的下落吗 刘超到底去哪里了呢 这个同学已经贴了一条街了 有些累了 他顺手递给老汉一支烟 两人在路边上就抽了起来 老汉抽了一会儿呀 询问 这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中学同学 突然就不见了 家里都急疯了 他是上周四失踪的 是呀 上周四晚上 我好像见过这么个人 什么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大概晚上九点多 我晚上一般在县城电影院门口卖花生 看电影的人买得多 最后一场电影到九点结束 我就推着小车回家 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这个小伙子戴着口罩 从我后面走过来 问我一包多少钱 我年龄大了 耳朵不好使 听不清 这小伙子就脱了口罩 又说了一遍 我这下才听清呀 也看清楚他的样子 挺帅的小伙子 我说那一包六块钱 我现在收摊了 你要买脸包 我就收你十块 这小伙子呢 就拿出了十块钱买了脸包 随后又戴上口罩走了 你看清 他去哪了吗 我们走的同一条道 都是拐了两个弯 我笔直走回了家 他拐到一个小巷子 这个小巷子里面 只有一家旅馆 一个废品收购站 一个炸油条的铺子 后面两个店 晚上呢都不开门 我猜他呀 是去那个旅馆了 同学大喜过望 急忙跑去告诉刘家 老刘立刻奔赴 这个小巷子旅馆 这是一家小旅馆 有四层楼 旅馆开业很多年了 当次在县城也算还不错 生意平平 旅馆只有老板一家五口人 周四晚上 值班的是老板的小舅子 二十岁半大小子 周四也就是前几天 小舅子还保持着一定的记忆力 对 晚上九点多 谁有个戴着口罩的小伙子进来 我有些奇怪呢 这么热的天还戴什么口罩呀 不过我也没问 你们也知道 现在生意难做 我们这里一些客人呀 都是背着家里来投情的啊 很多呢都是有夫之妇 遮遮掩掩的啊 我们这小县城呀 不遮掩一点 很容易就被人看穿帮了的 老刘立给小舅子一张照片 这是我儿子吗 这 他戴着口罩 看不出是谁 脸型差不多 当时我很奇怪 多看了他记忆 印象比较深刻 他住哪个房间 这我不知道 他也没问我 进来直接就上了楼 我也有经验 就没多嘴 这话什么意思呀 哎呀 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女人先来开好了房 男人随后跟着来 直接到房间 女人在房间里等着他 那他后来什么时候离开的 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睡觉的时候 大概是凌晨两点多 没有一个男人进出 倒是有几个女的出来进去的 后来我就睡着了 到五点才醒 虽然门是关着的 如果有人进出 我不见得知道 你能把店里面监控视频 给我看看吧 这 我们这种县城小旅馆 又不是大酒店 哪里有什么监控呀 咱也不懂这个呀 我看你柜台里面不是有电脑吗 那个呀 那是我姐无聊的时候打游戏用的 那我儿子进来前有女人开房吗 有的 有好几个呢 这种事呢 我们呢 也不稀奇 有的是良家妇女啊 出来偷心的 有的呢 就是 鸡啊 干那行的 你记得都是谁吗 这哪能记得呀 我们开旅馆的 就生意不好 一天少说也有几十人进出 都这么多天了 不可能记得住 老刘也没办法 挨个房间伸头 看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儿子 无奈之下 老刘只能离开 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警方 警方立即重视起来 如果刘超是自己跑去外地了 失踪当天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小旅馆 有些民警猜测 刘超是个年轻男人 又和女友分手一个多月 会不会是比较寂寞 就找了个女人开房 如果是这样 刘超有可能遇到仙人跳 或者是刘超不屈服 仙人跳的那群家伙 就将他暂时拘禁起来 逼他给家里打电话要钱 以刘超的身份 他不可能去找站街或者小姐 很有可能是网上约见女网友 于是警方立即调出了 刘超失踪前的手机通讯记录 奇怪的是 失踪之前的几天内 刘超没有和陌生人打过手机 电话都是打给亲友 此时警方突然发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刘超最后一个手机的通话对象 竟然是前女友胡杰 这个通话时间为晚上9点05分 也就是刘超刚刚下班的时候 警方立即向老刘了解了一下胡杰的背景 民警说 听说你儿子高中就和胡杰谈恋爱了 大学还搞异地恋 一直没有分手 怎么到现在25、6岁才分手 说起来呀 两人也谈了七、八年了 感情肯定还可以吧 是呀 他们谈了不少年 分手也是他们自己选择 他们俩人呢 根本就不合适 性格完全不一样 我儿子中学的时候挺优秀的 长得也挺帅 成绩不错 后来考上了医学院 我儿子这人呢 虽不爱说话 性格也有点软弱 人呢倒是很开朗 胡杰的条件 我们始终没看上 他个子非常矮 才1米5 比我儿子矮了整整一个脑袋 样子呢 还是其次 他性格很破辣 个性很硬 他们大学时候搞异地恋 不在一个城市 胡杰就每一两天打电话 给我儿子查岗 有时候一天还打好几次 胡杰每个月都会查 我儿子的电话和QQ 只要发现 同哪个女同学聊天比较多 就立即打电话过去 把人家骂一通 妈的话还很难听 同我儿子说过话的女同学 几乎都被他骂过 你说这还能交往吗 这倒是呀 还没结婚就这样 结了婚更不得了呀 就是呀 我和他妈 他姐都认为胡杰 不适合超超 同他说了好几次 希望他们分手 超超有一次对他姐姐说 他们在大学时候 因一时激情 曾经发生过几次 当时年轻不懂得避孕 导致胡杰怀孕后做了人流 他觉得要对胡杰负责任 不能这样分手 她姐呢就劝他 负责任是没错 但你们性格差别太大 就算结婚生了孩子 未必能够过好 到时候再离婚就更不好了 孩子也要受苦 不如干脆婚前就断了 各自找各自的去 对大家都好 你女儿说的挺有道理的 他们就断了吗 他们断过几次 每次胡杰一说 要复合 超超就心软 很快会同意 他们就这样断断续续 一直谈到今年 后来超超也受不了他了 有一次 他不分青红皂白 打了电话去骂一个护士长 说他勾引超超 你也知道呀 县医院的医生护士 都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 关系一旦将了 以后很难展开工作 这个护士长 只是因为考试时间 同我们家超超 通过几次电话而已 人家是有老公的 这件事以后啊 超超开始觉得 胡杰真的不合适 双方隔三差五吵架 我们双方家长看这样不行 干脆出面调解 让他们分手了 胡杰说大学的时候 沈吃俭用给超超寄了很多零花钱 我们呢 也就补偿了他一万元 这也就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你觉得你儿子失踪 会不会同胡杰有关系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胡杰性格有些偏激 毕竟也是大学生毕业 平时能文质彬彬的 没有做过太出格的事情 况且他身高才一米五 又瘦又小 能把个大男人怎么样呀 随后 民警还是去小旅馆调查了一下 当时值班的旅馆老板小舅 确实记得有个矮小的女人 来开了一间房 这里是南方 女孩很多个子都不高 不到一米六 也不罕见 不能说明什么 调出了胡杰的照片 给小舅子看 后者认不出来 毕竟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 又是在光线不好的深夜 民警翻看了入住登记部 其中一行的签名很潦草 看不出是什么名字 也没有登记身份证号码 民警反复询问 有没有监控视频 旅馆方面都回答没有 那么去旅店开房的女人 到底是不是胡杰呢 即便如此 还是要调查一下胡杰的 民警很快将胡杰 请到了公安局 胡杰呢 倒也很配合 很快打车赶到 民警对胡杰的第一印象不错 这是个很矮小的年轻女孩 颇有几分魅力 她戴着眼镜 留着其间的头发 头发梳得很整齐 五官清秀 皮肤很白 显然 胡杰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文质彬彬的知识女性 确实呢 她的工作是室内 某大医院的药剂师 根据医院反应 胡杰的工作非常努力负责 这几年没有发错过一次药 创造了医院的记录 面对民警 胡杰没有丝毫慌张 每句话都说得很清楚 胡杰 你在刘超失踪当天 人在哪里 我在市里 有谁能证明 我是晚上六点三十下班 同科室的同事都可以证明 晚上呢 有谁能证明 从室内打车到我们县 也就两个小时吧 晚上就没有人了 我父母都在县城 就我一个人在室内租房住 我没结婚 没男朋友 独自一个人 另外 刘超失踪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我来证明 你看看这个 刘超失踪前最后一个电话给你打的 当天下午你们还通过一次电话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聊天而已 我们分手了 毕竟谈了这么多年 有时候也会聊聊天 做不成夫妻 也可以做做朋友 聊天 晚上九点聊天吗 尽管 聊天还分时间呢 我和他都是单身 平时有的是时间 晚上聊聊天 有问题吗 根据我们的线索 有人好像在当晚看到 刘超去了一家旅馆 之前有个矮个子女孩 在旅馆开了房 那女孩是不是你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在室内 怎么能够跑到县城开房呢 你们现在到底是怀疑我什么呢 难道是我把刘超害了 你们说刘超失踪的第二天 我可是去上班的 第三天 我还同医院很多同事去临行旅游了 刚刚才回来 你们都可以去调查 你真的同刘超失踪没关系 没有 胡杰说话滴水不漏 民警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得结束谈话让他走了 随后民警去他医院做调查 在刘超失踪的第二天 胡杰上午请了半天假 说是月经来了 肚子疼得厉害 下午确实是上班了 第二天 医院组织青年人去临县风景区旅游 胡杰还是其中一个组织者 期间还带着大家唱歌 总之呢 胡杰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这番调查以后 民警基本排除了胡杰的嫌疑 一个25岁的女孩 如果真将前男友害了 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 还能上班旅游 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药剂师 又不是从杀人战场刚下来的复原军人 况且胡杰杀掉刘超也没有什么道理 情侣分手也是寻常事 两人也确实是整天闹得才最终分手 刘超家还给了她一些经济不长 虽然可能胡杰失了身 还打了胎 但这是2010年不是1910年 当地民风又比较开放 很多女孩并不把这当回事 况且胡杰又是乡下女孩 以她的条件再找个男人并不困难 不存在失了身 嫁不掉 找前男友拼命这回事 最关键的是 胡杰文质彬彬 瘦弱矮小 哪有一点杀人犯的气质呀 你要说胡杰被人杀了 是受害者还差不多 没人相信这种女孩能够去杀人 于是行政工作再次走到死胡同 现在的关键是 如果卖花生的老汉没有看错 刘超当晚确实是去了这家旅馆 那他为什么要在夏天戴着口罩去呢 唯一的解释是不想被人认出来 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去见什么人 旅馆老板小舅子认为他是来见女人的 这是比较有道理的 那么现在就要搞清楚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很有可能的是 这个女人就是仙人跳团伙的 随后同其他人一起将刘超绑架或者绝禁 寻机勒索赎金 因刘超不肯屈服 僵持了四天 还没有放人 刘超可能被这个女人引诱到旅馆外的什么地方 被人制服了 不管怎么样 首先要找到这个女人 她才是关键 自然 这种女人不可能是什么正派人 现在最可惜的是 旅馆并没有安装监控视频 不能锁定女人的身份 于是民警开始在全线调查特殊场所的小姐 战监女和暗昌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短时间内怕是不会有什么收获 就在民警开始调查这些女人大海捞针时 突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个三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突然来到公安局说要说一些事情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 你们是不是在调查那个旅馆怀疑这里有绑架案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这么小的地方哪里有什么秘密啊 我听说人说呀 在上周五我遇到一件很怪的事情 就同这个旅馆有关系 上周五 对 就是街上寻人启事 那个刘医生失踪后的第二天 你说说看 周五上午呀 我开空车在行李转悠 路过这个旅馆 在小巷子时 有个矮个子女人拦我的车 我问他去哪 他说呀 我是市里面什么学院的学生 要去这个学院 你拉不拉 我很高兴呀 民警同志啊 你也知道 我们县城屁打点的地方 骑自行车就够了 出租车的生意很不好 如果去市里要一百公里 一趟能赚不少钱呢 我说行啊 我跑 现在就走 那女人就说 我在旅馆还有些行李 你力气大 帮我搬到后备乡 我说没问题 我先靠边停一下 随后 我跟他上了楼 进屋就发现 有些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他带我上了二楼 走进了一个房间 我进去以后 就闻到一股的怪味 有些像农贸市场的味道 当时我也没多想 我问他行李在哪 那女人说 就是这两个箱子 我一看 是两个很大的红色皮箱 好在有轮子 直接推着走 我把第一个箱子 推到了后备箱 抬起来放进去 没想到这个箱子 非常的重 最少有四五十斤 我差点搬不动 而且我还闻到 箱子里面有一股怪味 就是在房间里面的味道 但是要浓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心慌 心脏砰砰跳得很厉害 我就问这里面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重 那女人就说 是我的叔 准备搬到大学去 是不是说 这我不知道 反正两个箱子都很重 后来这个女人退了房 我就开车将她送到市里的学院门口 她付了一百四十元的车费 我就开车走了 我回家以后呀 总是觉得有些心慌 晚上睡不着 我好像以前闻到过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不该在那天的场合出现 刚刚我跟老婆去菜场买菜 我突然发现是什么味道了 我就马上赶来了 什么味道 农贸市场有个回民肉铺 每天献杀活羊 卖羊肉 他们刚刚把一只羊杀了以后 放光了血 吊在钩子上 我闻到红箱子里面的味道 就是这种刚放了血的肉味 你绝对不会错的 啊 民警二话不说 带着出租车司机赶到这家旅馆 在司机的指认下 民警来到这间房间 民警们来到浴室 即便过了好几天 已经被人简单清扫过 仍有一些很淡的味道 法医用特殊工具进行检测 很快就发现了疑似的血迹 根据血迹情况来说 如果刘超是住的这间房 他肯定是死了 血迹的分散面非常广 几乎涵盖了整个浴室的地砖 这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刘超在这里流光了自己的血 同时呢 在下水道的搜索中 发现一些人体的组织残渣 而这种残渣 也只能出现在一种情况下 就是杀人分尸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刘超呢 如果是刘超 到底是不是被胡杰杀害的呢 在多坎的过程中 一些细微的人体组织飞溅到地上 被凶手用水冲到了下水道 现在基本已经可以肯定 刘超在这间房内被人杀死 并且分尸 而碎尸极有可能被装在那两个箱子里 被运到了市里 这是一起恶性的杀人分尸案 民警们急忙让出租车司机辨认胡杰照片 司机表示 他非常像当天租车的女孩 两人相处了接近两个小时 之前又出现了怪事 司机对胡杰的印象很深 不会记错 即便如此 民警们还是有所怀疑 杀人碎尸 即便是流窜江湖的杀人惯犯 也未必能够做得出 杀人也许对于这些惯犯还算不上什么 然而碎尸绝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很多杀人犯杀死受害者以后 就是不敢碎尸 他们只能把尸体胡乱留下 很快被别人发现 自己也会被抓 胡杰这样一个看起来文弱的女孩子 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吗 民警们是高度怀疑的 很快有个东西就打消了民警们的怀疑 在酒店勘察期间 民警们开始怀疑 旅馆老板是不是开黑店的 联合妓女搞仙人跳 魔材害命 见民警们怀疑自己 旅馆老板急于喜庆 终于说出了一个秘密 旅馆大厅和走廊 本来确实是没有摄像头 然而呢 这里经常有妓女来卖银 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维持生意 一些妓女有些时候会盗窃嫖客的财物 嫖客经常会找酒店算账 为此呢 老板偷偷在大厅和走廊安装了摄像头 目的是确认涉嫌盗窃的妓女是谁 让嫖客们去找她们算账 这些摄像头安装的非常隐蔽 只有老板一家知道 在老刘询问之后 旅馆老板怕允许妓女卖淫的事情穿帮 怕惹上麻烦 急忙将几个摄像头都拆掉了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旅馆老板哪里还敢隐瞒呀 赶忙将保存的视频交了出来 民警们立即观看 当晚9点左右 一个矮小的女孩走入了旅馆 开了房间 大概20分钟后 带着口罩的刘超爷走进酒店 直接上了二楼 进入了201房间 旅馆的大厅很小 女孩的脸拍得很清楚 就是胡杰 显然胡杰根本不知道这里有摄像头 脸部对着镜头被拍摄了几分钟之久 第二天上午大概6点 胡杰走出了旅馆大门 随后连续进出了四次之多 其中第三次的时候 胡杰是推着一个崭新的红色皮箱进来的 第四次也是一样 一共推进来两个皮箱 大概是9点 胡杰两次出门在垃圾堆丢什么东西 最后呢 9点半左右 胡杰出门拦了出租车 司机进屋将两个大箱子搬出来 离开了旅馆 不过刘超却没有离开过房间 凭空消失了 虽然胡杰有重大作案协议 通过对方的手机定位 胡杰在同刘超最后一次通话时 手机的定位就是在县城 而不是在室内 由此呢 可以证明胡杰说了谎话 他当晚离开室内 回到县城 打电话约出刘超 来到了这间旅馆 随后刘超失踪 浴室里面有大量血迹和人体残渣 通过视频的时间点 民警们又走访了附近的超市 调取了监控 监控证明 胡杰确实是在超市 买了大皮箱和菜刀之类的东西 高度怀疑他是用菜刀碎尸 出租车司机反映有血腥和肉味混合的红色皮箱 怀疑装着的就是刘超的碎尸 由此证据基本确凿 这边为了防止胡杰逃窜 民警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抓捕 于是在刘超失踪的第六天 胡杰被抓捕归案 在审讯中 胡杰仍然不认罪 百般狡辩 语气平静 就像来做什么访谈节目一样 民警问 胡杰 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狡辩什么 赶快交代出藏尸地点和凶器 我没有杀人 没有什么交代的 刚刚给你看过的监控视频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和刘超同时出现在旅馆 随后他就失踪了吗 你之前欺骗我们 说你根本不在县城 是的 之前我说了谎话 是因为不好意思 当天我是去和刘超约会的 我们还发生了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意思说 第二天就离开了 至于他后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还真敢说 那我们现在问你 那我们现在问你 你和刘超居住的房间 浴室里面为什么会有血迹 你第二天一早去买菜刀皮箱干什么 为什么你还专门买红色的皮箱 为什么有血迹 我也不知道呀 我是住客 旅馆浴室的问题 我怎么可能知道 买菜刀和皮箱 是因为现成东西比较便宜 我想带回室里用 好好 我问你 那菜刀和皮箱在哪里 我买回来以后 觉得它质量不太好 就扔到垃圾堆了 扔到哪个垃圾堆 我随便扔它 记不得那个垃圾堆了 我再问你 你明明在医院旁边小区 距离学院有半个城市的距离 你为什么不让司机 直接开到小区去 要开到学院门口呢 你是不是不想让司机知道你的住址 我怕他是坏人 你们也知道 现在色狼多 万一他知道我住哪 看我个子小 晚上来害我怎么办呢 民警拍桌 大声地说道 胡杰 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东西 能自圆起说吗 我告诉你 你下了出租车以后 后来又打的面包车 我们已经找到了 你带着两个大红色箱子 哪个司机会忘记 他说让你开到郊区某个地方下了车 那里附近只有一排废弃的房子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我们不会去破房子搜查吗 你说还是不说 你不说 等我们找到尸体 一样能够定你的嘴 听到这里 胡杰常常舒了口气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我都说了吧 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 同其他人没有关系 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的 好 你配合我们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你先说说 为什么要杀刘超 你们交往这么多年 有同居过 怎么都有一些感情 我听说刘超对你还算不错 为什么下这种毒手 还碎尸 那么 胡杰为什么要杀了相处多年的男友 而且还要碎尸呢 因为恨呗 你们不知道 我对刘超投入了多少感情 我们本来就是初中同学 在初三我就爱上他了 他长得很英俊 唱歌很好听 又会打篮球 成绩又好 是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 我个子只有一米五 一些女孩给我取外号叫做小矮人 我好不容易才克服自卑 在高一的时候 每天偷偷往他书包里面放水果 他是个很体贴的男孩 从来没有给我难堪 没有把水果丢给我 后来我们就一起谈恋爱 一直到大学发生了关系 说实在的 他太优秀了 我又太普通 我总是有一种恐惧感 我怕失去他 我为了他打他以后 这种感觉更强了 其实你们知道 我为他打过不止一次台 有时候我知道自己很过分 把他身边的女孩都骂了个遍 其实我是故意的 不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近他 久而久之 刘超就不喜欢我了 认为我的控制又太强 跟我交往太累 后来我去骂了他们会市长 他就彻底爆发了 说我的性格太偏执 没有办法相处 一定要分手 你不是也同意分手了吗 我当时是赌气 我家条件很好 刘超家庭一般 他上大学的时候 生活费 连吃饭都不够 靠我每个月寄给他钱来为止 我的闺蜜曾对我说 刘超没什么了不起 比他好的男人有很多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 两条腿的男人满街都是 那时候刘超要说分手 我一赌气就同意了 还让他给了我一万块钱 我不缺钱 就是想试探试探他 谁知道他真的给了 就是想恩断义绝 当时我很生气 觉得这个男人把我当妓女一样 用钱就可以打发 我知道 刘超是个医生 前途无量 长得又帅 很多女人追他 他们医院就有一大堆漂亮的小护士 当时我就特别恨 不能控制自己 想到刘超可能和别的女人 睡在一张床上 亲亲我 我天天秘密 我就受不了 我受不了 你们懂吗 我只有一种想法 我得不到的事也别想得到 我亲手毁了他 哪怕是同归于情 你是怎么决定杀他的 这事我想了很久 甚至准备好了二十片的安眠药 事到临头呢 我却下不了手 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更别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虽恨他 但大家也有过快乐的日子 那一天 我打电话给他 说还想再见他一面 他不愿意见面 我就威胁他去他医院找他 他怕我去闹事 只能同意了 我六点多下班以后 打车去县城那个旅馆 开好了房间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房号 他来了以后 我就说要复合 刘超很激动说这是不可能的 还说已经收好了分手 钱也给你了 你耍我吗 我说钱可以退给你 刘超很苦恼劝我不要执迷不悟 我们根本合不来 就算结婚也过不好的 还是要离婚的 他说我已经准备找个新的女朋友了 你也重新开始吧 我特别气愤 就同他争吵起来 你怎么动手的 吵了一会儿 他推门要走 我立即拦住他说 既然要彻底分手 我们就最后再来一次吧 就当是个纪念 刘超不同意 我就说你不同意就别想分手 随后我就装作去换衣服 在浴室拿出了随身鞋 大的二十片安眠药 用一只中性饼碾碎 倒进了一罐 忘在牛奶里 我换了睡袍抱住他 将牛奶递给他 他做梦也没想到 牛奶会有问题 就一口气喝掉 随后我们就发生了关系之后 因为要的作用 他很快睡了过去 我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动手杀他 一个小时以后 刘超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我知道要起作用了 他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 刘超不是笨蛋 这次我不动手 他醒来以后 绝对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下次绝不会再上当 不会再同我见面了 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我就用手握住他的鼻子 想把他捂死 但怎么都捂不住 我又用被子枕头蒙住他的头 蒙了很久 我看看还是要呼吸 我没有办法了 就扯下鞋带 死死勒住他的颈部 他虽然被麻醉了 还是本能的轻微挣扎起来 我没有手软 用力勒住不松手 就这样把他缓缓勒死了 然后呢 杀了他以后 我突然后悔起来 抱着他哭了一会儿 其实他一直对我还是不错的 这么多年 我经常骂他 有时候还动手打他 他从没有打过我一巴掌 我有了困难 他哪怕在另外一个城市 也会想方设法帮我 他对我是真心的 并不是玩弄我 现在他就这么死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你觉得对不起他 那你还随时 人都是有求生欲的 我抱着他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亮了 我就开始考虑自己了 这个天气 他的尸体最多一两天 就会发臭腐烂 到时候我就死定了 如果不将他切碎了运出去 我肯定同他一起死 我才二十五岁 我不想死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去买了菜刀和皮箱 将尸体拖进浴室 切成三段 装在那个箱子里 把血迹渗透出箱子 所以我买了红色的箱子 看不出 你像风一吹就倒的 还有胆量碎尸呀 我是药剂师 上学的时候也接触过尸体 学过解剖学 碎尸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后来你们都知道了 我将尸体运到室内 换了个面包车 运到了郊区 把箱子扔进了破房子里面 这样肯定不行 谁进屋子就能看到箱子 发现里面的碎尸 不过当时已经是中午了 我怕不去上班 会被你们警方发现 就赶去医院上班 我为了迷惑你们拖延时间 就用刘超的手机 发了请假的短信 随后立即关机 下班后 我带着买到的塑料袋 又赶到破房子 将尸体装入塑料袋 再用房子里面的废弃砖墙掩盖尸体 最后 我又将红色的箱子和菜刀 分别丢在乡下的垃圾堆上 箱子上有血迹 我就放火烧了再丢 其他东西你丢在哪里了 第三天我们医院组织去临乡旅游 我为了掩饰自己也跟着去了 期间呢 我用他的手机给他爸爸发了短信 做出他似乎要自杀 或者离家出走的样子 然后将手机和他的衣服 都丢在警区的壶里 直到说完这句话 胡杰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这边民警根据胡杰的供述 找到刘超的失怪 以及其他的证据 由此最正确凿 最终胡杰被判处死刑 执行了枪决 如果胡杰只是杀死刘超 随后主动自首 他都不会被判死刑 毕竟案件存在感情纠葛 一般会判处死缓或者无期 坐上二十年牢 有生之年还能出来 可惜呢 胡杰杀人碎尸 也没有自首情结 这样性质就改变了 这说明胡杰无论是否有预谋杀人 他有着强烈的隐藏罪恶的企图 实际上 如果不是旅馆意外的安装了视频 出租车司机又记住了他的样子 这个案件恐怕就没有可靠的证据 胡杰只要一口咬定与他无关 警方找不到尸体和其他证据 就不能将他定罪 然而 你说胡杰就是预谋杀人 恐怕也不是这样 胡杰呢 并不是傻瓜 他如果真的有心 这次就一定要杀死刘超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呢 为什么要去有可能存在监控的地方呢 当时他并不知道旅馆有没有安装监控 暗算的方法太多了 他完全可以设法用公用电话 将刘超约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 再给他下点毒 他是药剂师 下毒应该不困难 所以胡杰在下了二十颗安明药之前 未必就下定决心要杀死刘超 但女人心还抵止 我们大男人就不要去猜了 永远都猜不中的 在男人们看来 胡杰如此凶残杀死男友 似乎很夸张 刘超不是小白脸 并不存在骗色一说 他们两人确实是长期相处后 因为性格不合被迫分手 这种情况下 胡杰为什么要杀人 还将刚刚发生过关系的男人 残忍地切成三端呢 也许女人的逻辑就是这样